因诈骗罪被判缓刑的袁德云社演员 串梦玉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试嫌诈骗 去年10月警方在通州某小区将他抓获 此案将在通州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起诉称 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间 串梦玉以能办理小客车指标为由 骗取冯先生人民币46万元 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间 冯先生因朋友试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抓获 被告人串梦玉虚构自己有关系 可以为其办理取报候审为由 供骗取冯先生人民币26万元 据悉串梦玉以德云社演员的身份文人数之 曾使用一名串贺雄 但因为违背行规于2016年被德云社清门